乖乖宝宝学画画 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来画一只大象 大象的特点是什么 有着大大的耳朵 所以呢 我们一开始就画一个 这个耳朵是不是很大呢 我们在耳朵这个地方 向前再画一个弧线 卷起来一点 这是什么大象的鼻子 可以给他画一个 长弧形的鼻子的鼻口 给他画一个 微小的小嘴 眼中画下来 这是大象的甲 从之前伸出去的鼻子 这个地方延伸到后面 这是他背部的位置 现在向后虎 虎到一半的时候呢 就垂直向下 这是他后面的腿 把他们连起来 然后要画出后面另外一边的小腿腿哦 嗯 这样他就有四条腿了 嗯 他还有一个尾巴 大象的尾巴呢 比较细 后面呢 你可以画一个 像毛笔一样的爱心 大象的脚趾呢 可以画一下这样的半圆弧度 就好像给他穿了一个 画边的鞋子一样 他另外一边也有大大的耳朵 我们把它画出来 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画他的眼睛 我们来画一个圆 土圆形 爱心 和无限 一二三 OK啦 大象就画好咯 我们在这儿给他画一个小白眼睛吧 小白眼睛吧 大象的他的皮肤上面呀 其实有很多的皱褶 我们可以给他画一下 这样的小短线来代表他的皱褶 其实他的腿上也有 他的皮肤非常地皱 现在我们要学习 大象的英文是怎样拼写的 好 一 L E P H A N T E ELEPHANT ELEPHANT 大象 好了 今天我们学画了一只非常简单的大象 你们会画了吗 谢谢观看 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赞和订阅哦